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张静怡《藏海传》剧组发声明抵制待拍、偷拍、剧组正常的拍摄工作遭严重干扰,以严重侵犯剧组的正当权益。 1月23日,电视剧《藏海传》官博发声明、抵制待拍、路透等侵权行为。 声明称剧组正常的拍摄工作遭受到大量带拍、路透、偷拍以及各类保密信息泄漏的严重干扰。 以严重侵犯剧组的正当权益。 剧方呼吁观众、网友及粉丝共同尊重与保护《藏海传》工作成果。 全文如下,《藏海传》自开拍以来,获得了广大观众、 网友以及粉丝朋友的关注与支持,对此。 我们深感荣幸,在这里也真诚地感谢大家的厚爱。 但与此同时,剧组正常的拍摄工作却遭受到大量带拍、路透、偷拍以及各类保密信息泄漏的严重干扰。 一些以带拍、偷拍、路透、散播保密信息未利的人士在未经剧组允许的情况下。 以各种不正当手段拍摄并擅自发布未经剧组同意公开的重要物料与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图片、视频、音频、通告、剧情信息等。 现已严重侵犯剧组的正当权益,并直接影响整体拍摄及创作进程、上述行为、均属侵权。 对此,我们恳请大家尊重藏海传台前幕后每位主创人员的辛苦付出、坚决抵制待拍、偷拍、路透、保密信息泄漏等恶意侵权行为。 同时,我们保留追究相关侵权人员、机构法律责任的权利。 望广大观众、网友以及粉丝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共同尊重于保护《藏海传》全体演职人员的工作成果。 期待《藏海传》以最好的效果未来与大家见面。 综合观播资料显示,古装剧《藏海传》由郑晓龙人总导演、曹一文指导、肖战、张静怡、周琦、黄爵领衔主演。 于男友情出演、乔振宇、田晓杰、沙宝亮特别出演、梁超、行民山、杨宇彤、邵文、杨帆等主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